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社会种菜 首先呢,祝大家圣诞快乐 祝所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越来越年轻 种什么都丰收,股票翻一倍啊 那现在呢,我们这里刚刚经历过一波非常厉害的冷空气 下了非常大的雪 但是这雪呢,化的也很快 感觉啊,就像春暖花开了 那在这里呢,给2023年 想要自己种点菜的朋友呢,总结一下 10个非常容易获得 不管是种花种菜都需要的肥料 那么我呢,先在这里插播一下啊 我建了一个微信群 这个群的目的是给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朋友 或者以后想来温哥华的朋友呢 一个交流,分享,交换的种植 种花种菜交流的群 大家呢,可以在群里分享本地种植经验 交换种子和苗,或者草木灰之类的 因为呢,有的朋友家里的草木灰多的用不完 那你就可以在群里吆喝一声 说不定有人就想买呢 或者分享一些信息 比如说,哪里买土啊 哪里肥料打折啊 哪里种子便宜啊 或者也可以延伸到二手物品的买卖 那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扫二维码进群哦 那言归正传,我们知道啊 想要种好菜,肥料少不了 那我们买的土里面呢 已经有了一些肥料了 但是远远不够 在整个种菜的过程中呢 要么去买有机肥或者化肥 但是啊,花费都是不少的 买的肥料呢,都挺贵的 要花不少钱 可能最后还种不出什么来 那钱都白花了 种了个寂寞 要么自己去制作肥料 比如说,欧肥啊,液体肥之类的 那这个好处呢,就是 就算什么都种不出来 咱也享受了种菜的乐趣 和欧肥的乐趣 所谓的苦中作乐 那今天呢,我介绍的这十种呢 非常全面 都是不费事的 不花钱,不需要欧 家家都可能会有的 这些拿来就用的肥料 简单省事 对于新种菜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收藏加关注哦 那么第一呢,就是鸡蛋壳 这个东西呢 特别不出树 也就是说呢 你收集了很久 收集了很多 那最后里面大部分都是空气 那最后加工完了之后呢 只有一点点 然后这个壳呢 在使用的时候啊 特简单 只需要稍微爆晒一下 或者用烤箱把它们摊平了 低温烤干 目的是为了去掉蛋壳内层的细菌 以免感染土壤 然后呢,将鸡蛋壳 放在一个大的搅拌机里 先用擀面杖给它捣碎 再打碎就可以了 注意啊,一定要戴好口罩 不然的话呢,会有大量的粉尘 扑面而来,吸到肺里就不好了 然后呢,这些鸡蛋壳粉呢 就可以随时的倒在花盆里 或者室外的土里了 那它呢,可以为土壤补充钙 蛋,磷,钙,钙,钙鎂 都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营养元素 所以鸡蛋壳是一种特别好的免费的钙肥 那么第二呢,就是咖啡渣 这个咖啡渣用自己平时煮咖啡剩下的 或者呢,去咖啡店免费获得的 那咖啡渣呢,含有蛋磷甲 主要以蛋肥为主 因为是有机制 所以还含有其他各种味料元素 比如钙呀,美呀,铜啊,猛 compliment 等等,是一种特别好的土壤改良剂 那它对土壤呢,有很多好处 比如呢,避免土壤板结 吸引蚯蚓,防治杂草 驱抗蚂蚁和蜗牛鼻蟲等等 之所以介绍它呢 是因为咖啡渣分解的非常快 即便是少量把它埋在你种的植物旁边 也不会说发热将植物烧坏之类的 所以说是一种特别好的 不费力的有机肥 所以家里有的话呢 千万不要扔了 第三呢就是干树叶 我一般呢在秋天的时候 就尽可能的把自己家附近的新鲜干树叶 都收集起来了 留着非常有用 那在这里呢需要提醒一下 就是像一些松针啊松树叶就不建议使用了 因为不但分解慢 而且呢是偏酸性的 所以只要收集一些 比如枫树叶呀 槐树叶呀之类 非果树类的比较好 因为果树呢容易被打农药 所以一些不结果的树叶最合适 那这些干树叶呢 可以够一年的使用 比如在夏天呢 可以覆盖在蔬菜和果树的周围 可以起到防止水分蒸发过快 以及防止杂草的作用 那冬天呢 也可以起到为土壤保温的作用 而且呢树叶自己也会慢慢的分解 变成了营养物质 所以呢干树叶一定不能丢了 那第四呢就是煮鸡蛋的水 就像刚才说的 鸡蛋壳有丰富的钙质 那这些钙呢 释放是相对比较慢的 可能埋在地里呢 几年都不会分解 所以需要我们经常使用一些鸡蛋壳粉 加在土壤里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比较快的办法 那就是平时呢 煮鸡蛋的水晾凉了之后 不要扔掉 就可以直接用来椒花椒菜了 简单呢直接效果非常好 因为在你煮鸡蛋的过程中呢 就会有少量的钙溶解在水里了 所以呢这是一个给植物补钙的好办法 第五呢就是养鱼的水 很多家庭呢都会在家里养一些观赏鱼 那么就经常需要换水 那换下来的脏脏的水呢 可以用来椒花椒菜简直就是太棒了 越脏越好 养鱼水呢不仅含有有益菌 可以让土壤活化 还有蛋鳞甲各种微量元素 都是植物所需要的 而且就直接用好了 不需要再凹了 它里面还有一些鱼粪呢 还有都被泡烂的鱼石残渣 都已经被部分呢发酵过了 所以啊千万别扔掉了 第六呢就是乳清肥 这个是咱们平时在制作美食的时候的一种副产品 在制作奶酪以后呢 牛奶被加工提取 出来的清液就是乳清 制作方法也是特简单 那就是先把牛奶煮到微费 加入几勺白醋 瞬间就可以不但得到奶酪 也可以得到乳清 那么奶酪我们知道超市卖的都是很贵的哈 所以呢是一举两得 那这个乳清呢晾凉了之后 就可以稀释一倍以后直接使用了 非常的简单 它里面除了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各种元素之外 还有微生物 有乳菌 可以活化土壤 土壤健康 菜长得更好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 赶紧试一下吧 第七呢就是尿 像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呢 如果能收集一些新鲜的童子尿就好了 那么稀释10倍以上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尿含有丰富的氮肥 特别适合绿叶蔬菜的生长 而且是一种素效肥 那你说加工一下 嗷一下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比较麻烦 不如尽量呢 稀释的多一些 少量使用 是不会把菜烧了的 那么第八呢 就是人尽皆知的草木灰 如果家里刚好有壁炉 那就可以收集很多的草木灰 草木灰呢 是甲肥 还可以杀虫 驱虫 但是因为碱性比较强 所以我建议呢 少量使用 但其实呢 一般我们都没有 把这个木头完全燃烧殆尽 所以会有混一些的 黑色的木炭灰 所以这样的碱性就不是那么强 那驱虫的效果呢 都是蛮好的 第九呢 就是蚯蚓粪 和其他的动物粪相比呢 蚯蚓粪是最干净的 也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 以蛋肥为主的肥料 但是一般家里呢 不会养蚯蚓来收集蚯蚓粪啊 当然你可以这么做啊 另一个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可以让土里的蚯蚓 自己来繁殖 就是做一个蚯蚓塔 那蚯蚓呢 它最喜欢吃素的啊 和咖啡渣 所以呢 可以简单制作一个蚯蚓塔 将素除鱼 不断的填在里面 这样呢 蚯蚓粪也就会越来越多了 第十呢 就是大蒜的皮和洋葱的皮 那这两种呢 都是值得慢慢收集的干性材料 它们含有天然的钾肥 以及独有的味道呢 可以用来驱赶害虫 所以不管是用于室内滤植 还是室外的蔬菜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 废物利用 那么只要将厨房呢 放一个小桶 那这种干的皮呢 也不会说是发霉 平时慢慢收集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欢迎粉丝们扫码 进入我们温哥华微信种植群 也祝大家明年种菜呢 都大丰收 感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